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他是个军阀 一手遮天 所以 只有把他干掉 他们才能老老实实地归顺我们 将军英明 不过将军 如今战事娇若 一个司令官怎么会在一个小小的院里呢 是啊是啊 说起来令人发笑啊 一个堂堂的战区司令官 却因为一个小小的痔疮 慌不择路 逃到了一个小小的医院 这是我们最好的机会 这真是牙痛不是病 疼起来真要命啊 我们说的 是痔疮 好了 你们出发吧 你们出发吧 是 喜相军 留一下 如果你碰到了 如果你碰到了灵子医关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出发 哇 喝酒 喝 好茶叶 团长我不喝茶 喝吧 行了团长您有什么事您就说吧 哼 过两天啊 在女生里长官 要视察一家的医院 他们军统又下了命令 还是你们杀负责保卫工作 还是用以前的代号 可军统局的情报却说 特警队里出了判徒 要司机刺杀施令 说用我命令你们 买回在医院里 把判徒抓出来 医院专门呢 只有副院长知道 到时候他会陪回你们 团长 既然知道有判徒 那就先想办法判徒抓出来啊 我要知道谁是判徒 我就抓了 还能用你们吗 不是 再说了 抓判徒 这怎么能落到我们头上呢 这应该是特务莲的事啊 萌子 你想想 那特务莲它是什么东西啊 你们可是 大名鼎鼎的狙击牌啊 你们特长是不是 等 想 看 想 问 闻 切 怎么变局 变中意了吧 总之你们的观察力是最强的 往那里进步 任务完成了 我想上方一定奖励你们每人一支 老虎 您就捧吧 您就捧我吧 我算在您这明白什么叫捧杀了 这 每次您把我捧的高高的一定杀我一刀 哎呦我还不知道啊 奖励我们业一支老虎鸡 奖励我们不得奖励您一车老虎鸡啊 您就敢压子上架吧 别废话 什么就敢压子上架 就让你公鸡瞎探 你得下 去 当你小木部 小虎 去 去 去 是 去 去 热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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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 咱们军区的高级指挥官 受的伤都在咱医院治疗 他们的安危 可关乎着咱们整个军区的战斗力呢 你听说了吗 最近他们说 司令也要来咱们医院 你怎么知道的 我还知道 我哥和小木也要来医院保护司令 小木要来了 你还这么愁眉苦脸的 你不是应该高兴吗 这下你们俩不就可以团圆了 我哪高兴得起来啊 这都是命 您是副院长吗 是的 你们来得太好了 鬼经同胞教官指挥 公开身份是副院长 你们是 我是冬三一 冬三两 冬三三 你们快换一趟 这 这是护士的衣服啊 怎么还弄假发啊 让我们报护士啊 我们是男人 这是张队长同意的 他办伤兵 负责传递消息 你们两个扮成司令官的特别护士 扮成四小时在他身边保护他 司令不是来视察的吗 我们有必要扮成护士吗 视察是对外说的 其实司令长官是来动手术的 一个不大不小的手术 因为不能让鬼子知道 所以对外说 司令长官来视察 那也没必要扮护士吧 你这什么呀这是 我不扮你 这里面他最苗条 他最合适 别啊 这我来不了 这是命令 那命令让我们变成女人吗 还真变女人 我不扮 小沫 小沫 那长官说的这是命令 让你命令办 请不早说 鬼子的刺客 就潜伏在保护司令部的特勤队里 你们只有半城司令官的特别护士 才能二十四小时切身保护他 也不会让别人怀疑 当然手术后会有专职的特别护士 照顾司令官 你们跟他旁边做的样子就行了 这个适合你 这给你 带着我看吧 这是命令 来 进来 李平 来 大人敬礼 长官 这次由我来负责您在医院的安全 咱们医院是华融站区最好的一人医院 而且有很多优秀的人才 相信您在这里一定会康复的 继续带领我军将士抗日杀地 为什么搞这么大动静 前线将士在浴血奋战 你们却把我搞成了太上皇 马匹配的棒棒香 李毕 李毕 大人李毕 医师院长 这位是院长 司令到我过去 兄弟 这次 司令的安全全都由你负责 俗话说 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嘛 这次全都看你的了 这就是司令啊 这就是司令啊 你们在这看守 有什么情况没有 没有 好 你们继续严加看守 这是衣服 好 你们赶快换好 继将 把这里清理干净 走 好 这个医院设备不错 还是蛮漂亮的吧 各位 司令已经到了我们医院 这是绝对机密 大家的口风一定要紧 好 司令手术的具体时间定了吗 下午两点 两点 是在哪个病房 就是这个病房 是在这个手术台 是 司令手术的安全 可是交给各位了 要确保万无一事 走 其他地方去看看 你们两个大伙人 站着跟两根木头似的 等下司令来了 你们往后站 别妨碍我们动手术 也好方便你们办事 是 走 看看 你干嘛呀 你干嘛呀 我 我是 我是 我是奉了张团长的命令秘密 保护司令的 你以为我愿意穿成这样啊 是当飞龙穿的 你丢人 好 好 好 就请司令官呐 司令官 本司令啊 在死人堆里爬出来 做这点手术 怎么偏黑点发光啊 赵大夫 司令官就交付你了 放心吧 司令 这两个护士小姐个儿够高的 是哪儿的人啊 司令 太阳北方人吃得多 来 本司令要没面子了 都给你们看去了 报告司令 您得趴着 对 我这个病得趴着 看不着喽 我的妈呀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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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 司令的手术做完了没有 还没有 机会只有一次 不允许我们失误 一旦集中目标 立刻撤退 我们下一个路 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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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有刺客 狙击手 快把司令带走 其他人跟我送 快 别动 干什么呢 我们是内科的医生 走吧 不可能 没有集中目标 不可能 我们每一箱都集中目标 你们集中是假人 快走 我先过去一下 快走 别别别 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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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什么情况 官员有刺客 那个假人厂里面打上蜂窝 日之久 七十具极枪 也是两把枪打出来的 为什么要转移司令呢 为什么要转移司令呢 现在没完 你别给我装这套 我跟你说 现在特警队的叛徒是谁 咱们还不知道 所以 不知道他有什么方法 来刺杀司令 也可能是瞎药 也可能是打黑枪 现在只有把私证转移 才是最安全的办法 走吧 看来这次行动 叛徒是跟日本人 勾结在一起的 我们现在当务之急 是赶紧把叛徒救出来 日本人可能已经混进了医院 钱穆 在这保护自令 在这保护自令 你就是赵王子 你的任务是在医院 负责司令的安全 你知道的不少 你还知道什么 张团长私下跟兄弟交代过 我知道 你也知道 只不过有些事儿 兄弟当着面也不想明说 原来兄弟也是高人 这次出秦队特勤队的名单 全在这儿了 队长是正人 光看这个也看不出什么来 现在所有人都有行业 也包括我 我可不是特勤队的 但愿你不是 司令现在在哪儿 现在是我负责司令的安全 我告诉你司令在哪儿 司令出了事儿 咱俩谁负责 队长 怎么样 我都不知道 放心吧 没事 副院长 司令在哪儿 不知道 不知道 你负责安顿司令 怎么会不知道 正对他 为了司令的安全 我不能告诉你 笑话 副院长 你可搞清楚了 我是负责司令安全的 特勤队队长 没有人 比我更有权利 知道司令在哪儿 你负责司令安全是吧 我问你 刚才出手术室的时候 如果司令不到包 什么后果 嘿 这小子吃炸药了是吧 他是谁 你是谁 你叫什么名字 204团的 没名字 一个小小的连父 跟我打关枪啊 兄弟 你想干嘛 你给我听清楚了 司令现在很安全 他刚刚躲过了一次狙杀 现在刺客都出现了 你不去抓刺客 跑到这儿来问司令在哪儿 我现在怀疑 你就是刺客的同党 我要知道司令在哪儿 也是为了司令的安全 我故意以下犯伤 他反应还这么冷静 他信了 这伤口一看就是鬼子干的 还发现了个包 里面有两套衣服 鬼子干的 你确定没伤害的 我确定吗 我是张一不是张二 你知道他们进去干嘛 杀死令 赶紧找一件 晓晓 有没有事儿来的 天不亮 有个不认识的人 进来借了一个刑军包 谁呀 他说他是司令部的人 他走了以后 我们才发现少了两件衣冠制服 那根长什么样 穿着黑色的衣服 瘦瘦的 大约四十岁左右 跑个秃子一样 多瘸子 不过 这可是大事儿 弄错了咱俩师父了兜着走 这还加说那根新阵 长相说你没错 一定是特勤队的队长 暂停 我记得他 那小子骂我 他 他 不认识的 还是先叫来小天一关 商量一下 这边 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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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微 什么没事儿 我不是心里有疼吗 微微 你看你小天一关了吗 没有 刚刚还在 怎么出这么多汗啊 它 你没有 你回来 老婆 谢谢你啊 谢我什么呀 谢谢你帮我把东西送到冯林都给 给 说再去啊 给 留烟 留 留掌柜的 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 为什么 你傻啊你 我 我是挺傻的呀 但是我知道你是个心机善良的好姑娘 善悲人气 我永远不会欺负你的 你这也欺负的不够啊 不是 那我认识刘掌柜在先 我也没有办法 那我还生气你给白文书送预官衣 你给我送什么了 就送一双鞋对不对 天哪 你现在都学会讨价还价了 好了 我们约定好 就以后谁也别妒忌神 就这么说定了 你的如意算盘打到挺好的 你都快有孩子了 白文书都 这不都是以前的事了吗 那你说你说白文书 他不能成为我的文书吧 他也就是我的哥哥 对不对 行行行 我不跟你说了 我去照顾伤员了 司令一会醒了会口渴 你别为他喝他喝水 他要是饿了 你就为他吃点东西 你别乱跑 这儿只有副院长和我们知道 好的 我不乱跑 我走了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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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 怎么回事 报告司令 您是不是口渴了 您是不是想喝水 如果您口渴了的话 就我给您倒水 但是不能多喝 如果您饿了 我就为您吃东西 为什么要拿马女装 行 报告司令 我是二零四团狙击派派张慕良锋 我奉长团长的命令秘密保护您 可是副院长说了 我必须得穿成这样 才能扮成您的特别护士 才能二十四小时保护您 不被别人怀疑 说的也是真的 报告司令 是 我也不想穿成这样 挺难为情的 那好 给我打点水 天安大夫 您坐坐坐 你是司令部的特勤队长 是啊 跟在大人物身边日子不好过 晚上连觉都不好 成天是提心掉态 不把日门鬼子赶出中国 中国老百姓 谁也睡不好踏实觉 对了 刚才有鬼子的狙击手 狙击司令 你们远方帮忙把司令转移走了 真是替我立了一大功嘛 天大夫 我有重要军情 要向司令报告 您能带我去见见司令吗 你不知道司令在哪儿啊 哎 不好意思 我真不知道 我要知道 我能问你吗 你这问我 你不是对牛弹琴吗 我一大夫 司令又不是我爸 我哪知道他在哪儿啊 你看看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开玩笑 求求你 天大夫 帮我忙 找不着司令 我可丢不起这张脸哪 别说别 我帮你想想啊 哎 对了 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 你 你先到那儿等着 司令一定会派人来找你的 你要走丢了 司令还能有命吗 职医院大 你别走丢了 我帮你问问一下 行 哎 好 谢谢啊 干嘛呢 小田 黑险危险 怎么了 我查出司令部的叛徒是谁了 还有我 对不对 对 是谁啊 郑婷特勤队的队长 就是他 不会吧 我刚还跟他说话呢 他还找司令来着 他要不是叛徒 我们俩就是叛徒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你们说谁是叛徒 不知道 不知道吧 你们俩是叛徒 我们俩什么不是叛徒呀 司令在哪 不知道啊 他不知道 我更不知道 不知道 这打针比爱强过来还难受 哎呀 张医生我跟你讲 我再也不打针了 司令 不打针可以 不过您得替我说句话 只要不打针 说十句话都行 说吧 司令 您的特勤队伍里出了叛徒 哎 赵医生 这个玩笑可不能随便开 情报准确吗 准确 那个刺客就是那个叛徒 带进医院来的 哦 叛徒是谁呀 您的特勤队长 郑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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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件事差点忘了 刚才我能跟我说 半小时之内 如果不联系我的话 那就是出事了 呦 这种丧活怎么怎么样 我我我我 行了别添乱了 药米美了 快去拿点吧 哦 让团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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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医男的在哪儿 在病房你们也在那儿了 快去找人扶走病房 好好好 怎么了 你们俩没事我就放心了 你帮我走 警医男来了 警医男 他在哪儿 刚才张医跟我说 说他看见警医男进了病房 你没看见他吗 我没有看见他 不过听你这么一说 我刚刚 好像真的感觉背后有点凉凉的 警医男真的来了 你带我们这儿工作 对于你们日本人来说 应该是很大的耻辱 他来这儿很有可能是杀你的 你们三个 在这儿保护好林子小姐 不会的 我想他不会杀我的 如果不是来杀你一头 那他应该有其他的目的 那他应该有其他的目的 那现在有可能 就在某个地方 拿枪瞄着我们 梦子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林子在那边呢 他们离得太近了 会伤到林子的 请一句 你是担心我伤到林子 你别问来的任务是什么 如果 你现在该枪 我们的目标就会暴露了 你怎么上司令官 再有 敌人 都拿的是冲击枪 而我们是狙击枪 你认为断兵枪 我们会有射准 那你为什么跟他打枪 我就是想看一看 你还有没有决击上的数据 那我到时候 他需要你的帮助 你愿意帮我抓紧你拿吗 我知道 这对你来说可能比较为难 但是如果他不是冲你来的话 他肯定是冲我们司令长官来的 这件事情非常严重 这件事情非常严重 但是如果他不是冲你来的话 你必须得帮我 那你让我怎么做 我要让你做幼儿 海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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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做太危险了 林子姑娘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现在我也没有别的办法 我会尽量保护她的生命安全 还有 三十分钟之后 如果我没回来 去跟小木说 把司令转移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你的医院门口 找一个最借的狙击位置 记住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包括小田和张一 一定要把锦衣男引出来 喜相军 好久不见哪 锦衣军呢 你想见锦衣军 我以为你在中国待时间长了 忘记自己是个日本人了 我当然记得 我并没有忘记自己是个日本人 我只是在做一个医生该做的事情 你现在最应该做的 是你应该知道 你是锦衣军的女人 你现在让锦衣家做蒙秀 告诉我 司令在哪儿 锦衣军在哪儿 告诉我 锦衣男 你在哪儿 你给我出来 你是在找我吗 锦衣男 董事 赵蒙子 你 上了 从我这你什么都别想知道 好 我会让你开口的 带走 正庭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当时他都快饿死了 是我把他捡回来的 我把他当儿子一样看 他怎么可能出卖我呢 他是我的部下 报告司令 此时此刻为了您的安全 我更相信我的部下 原来司令在这个地方 正庭也是我的部下 我如果不相信他 我不成了孤家寡人了吗 令子 告诉我 宇相归司令官在哪里 对不起 景义军 我不能告诉你 八哥 跟我回去吧 我不能跟你回去 为什么 难道你愿意和这帮中国军人在一起 你的所作所为 已经给大人们抵护带来耻辱了 令子 你千万不要告他 司令员在哪 八哥 警义军 我已经亲眼看到很多中国无辜老百姓受害了 不要再作孽了 作孽 这是战争 战争可以使用任何的手段 令子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 华仲区司令员在哪个病房 把大爷绑起来 用人不宜 宜人不用 这是做人的基本原则 不肯定 不肯定 绝对不肯定 今非昔碧 我快报了 不行 我要赶快行走 司令 你说不说 八哥 等等 灵子小姐 你怎么会知道司令在哪 你一个日本人 中国人会相信你吗 正庭 真的是你 你个狗汉奸 你别怕你是中国人 你连狗都不容 老子房门逮了你 赵猛子知道司令在哪 不过你们现在不用受累了 我已经知道司令在哪了 你 你呀 嫩点儿 八哥 他们是什么人 我看看 张一 小五 哎 赵一快出来了 怎么样 司令相信了吗 相信了 真的 我就说了嘛 司令说了 中间有蹊跷 有人在中间搞鬼 对 就是正经 对 司令说是你们俩 司令真这么说的 真这么说的 我说了吧 我跟你说几事人行几事人行 这下完了 司令人没事我们俩在搞鬼 我什么事 你们也说是吗 我说是个屁也是 你是屁哪 你是屁 屁 别吵了 司令我提到会毙了你们不可 瞧你们俩那点出息 你还没出什么事了 就看着狗咬狗了 过来 我有话跟你说 他们走了 可以行动了吧 等等 带着赵母子 他是我们最后的护生父 是 你们俩见我哥没 没看见 他刚才没跟你在一块儿吗 算了算了 说真事吧 小五 木牌上要你放暗哨 要你钉在司令病房门口 除了我 林子 猛子之外 只要有人推门 就开枪 是 枪呢 这儿呢 铁拐李 管子枪 记住了啊 不敢冲动 否则林子会有生命危险 谢谢